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四號南下台中 除了到宮廟參拜之外 也不忘前進住民的廟東夜市 一路上不少熱情粉絲要求拍照簽名 三天內兩度南下台中 就是要在這搖擺州尋求選民的最大認同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南下台中 在蔡壁如和台中黨部主委張和樹陪同下 第一站來到豐原慈濟公參拜 柯文哲所到之處魅力無法擋 聽到支持者這麼一喊 臉上笑意藏不住 和廟房幹部閉門座談三十分鐘後 轉站豐原秒鐘夜市 一看到柯文哲現身 店家民眾紛紛要求簽名拍照 而柯文哲的小吃之旅 第一站選的是這家 大口喝下豐原住民 柯文哲表情很有戲 看見店家內有馬英九和郭台銘的簽名 輸人不輸陣趕緊補上自己的簽名 根據最新民調 柯文哲在被視為藍綠對抗搖擺州的台中市和彰化縣 都以些微差距領先賴清德和侯友宜 三天內兩度南下台中 拜會地方人士也和民眾搏感情 一舉移動先動二零二次選情 記者王維菲 劉建宜 胡杰倫 SNG小組 台中報導 見此婦 報導 долларов 泣 唔 geord 花 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